刚刚离开了这个118大厦 在这片区域一看就知道中国城地区 这块中餐厅还是挺多的 另外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华人学校 刚才看到几个中学生说了中文 华人之前这边还是讲中文的比较多 还不是那种讲广东话福建话闽南话什么的 还是讲这个普通话比较多 可能这个老一代的人讲这个方言的比较多 但是年轻一代好像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了 之前在这个牛车水 新加坡的牛车水 当时在那个牛车水大厦附近 有一群这个当地的重老年人吧 坐那儿啊 就讲他们的丰功伟绩 虽然听不懂吧 但是讲的挺有那个气势的 可能是年轻时干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像讲的就是这个 应该不是广东话 也不是福建话 广东话福建话多少还能 怎么说呢 那个感觉还是能听出来的 好像说是潮州话吧 可能这块潮汕人比较多 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鬼仔街 好像是 现在这个点出来的人还挺多 其实外面特别热 我都不敢喝水说实话 因为一喝水立刻 这个体内的水分就得蒸发出来 然后就一身汗 走在这个凌凉处还可以 这边都是这个华人开的店 那边也一样 传承百年未到 鬼仔像 不知道鬼仔像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外国人 好像广东话 管外国人叫鬼老吗 是不是是嫌这 西欧人啊什么的 来这比较多 人家管这叫鬼仔像 今天是在吉隆坡的最后一天 今天一早坐机场大巴呢 去机场那边 然后前往一个 马来西亚北部的 著名旅游胜地 兰卡威 是一个岛 离泰国特别近 那边的水质应该跟这个普吉岛差不多 两个岛的距离也不是很远 明天呢就能这个点吧 差不多吧 就到兰卡威了 三点的飞机 现在应该是三点钟吧 但是我看他那个时间挺有意思啊 三点钟起飞 然后呢 到这个兰卡威呢 也是三点啊 可能他这个 马来西亚这边的时区的原因 兰卡威那边要比 这个吉隆坡这边晚一个小时 因此 明天会度过两个三点 挺有意思啊 毕竟这个 马来西亚分这个东马西马嘛 因此这边也算是跨越了几个时区吧 就跟这个印尼一样 这个国家也许 领土面积不大 但是跨越的时区不少 因此明天 会度过两个三点 看一看 一会儿往那个老火车站那边去看一看 看看怎么过去 从那边那边过街天条 那边走到那边 这附近还一个城市书院 在这个回载巷的附近 建筑看着挺漂亮 龙雪城市书院 看一看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嘛 一会儿到里面稍微看一看 大家要感兴趣的话 有机会可以来这儿 在这儿休息休息 这个椅子应该可以坐着 这是捐款的还是什么 一百万以上 五十万以上 二十五万以上 城市 龙雪城市 原来不单是一个书院吧 好像是一个祠堂一样的地方啊 因为这种地方在北方不是很常见 在南方比较常见 稍微的休息休息 南方人的中苏观念比较强 德星堂 后面就是这个118大厦 在这儿稍微歇会儿 刚才在这个城市书院里面 稍微的转了一转啊 正好里面有一位姓陈的 应该是他们这里当地人吧 给我稍微的讲解了一下 这个城市书院的一个历史啊 这里其实是一座祠堂 城市祠堂 是仿造广州的城市祠堂所建的 但是要比广州的那个城市祠堂 要稍微的小一点 里面的人大多数还都是这个姓陈的 肯定的 大家如果要是来这个吉隆坡的话 可以参观一下啊 里面很多都是免费的 刚才那位陈先生跟我讲了一下 这个吉隆坡的一些可以去玩啊 去看那些地方啊 非常感谢他 他告诉我这个左手边有一个这个观音庙啊 非常老 一百多年了啊 要比旁边的这个城市祠堂啊 还要早很多年啊 旁边就是地铁应该是 这边很多地方都可以做那种成田过去啊 也挺便宜的 稍微的看一看 就是这个天啊 太热了啊 刚才我不说了吗 这个不敢喝水啊 就怕一喝完水之后啊 这个体内的水分往外蒸花一部分啊 这里就是当地非常古老的一座观音庙啊 这个往高处走一点 这个温度好像就稍微的下来一些 稍微的在这休息一下 一会儿接着往那个老火车站那边去看一看